刚刚大鲁讲说那个有没有什么 就我拿法中想一个例子 那我也要follow那个惠正刚刚讲 说有时候新闻是你要布局很久 要想很久 然后很多旁敲侧影 然后去把那个新闻 可是有时候把那个新闻找出来 或者说引诱出来 可是有时候政治新闻有时候也是随机的 就是无意中发现的 我讲一个例子 就是可以延续大鲁刚刚还有惠正讲 有一次就是阿扁执政的时候 提名了一个五院院长 某某院长好了 然后提名之后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等很久 怎么还不提什么 就准备提了公布了 某某人选这样子 然后大家可是外界评价就很两极 有的就觉得不错 有的就觉得说 这个可能过去的记录不好 什么什么 有一些争议 那那天我还记得那天 那时候我在晚报 我就去立法院吃早餐这样子 然后就那边看报纸 看那一天有什么 然后就也不知道今天要写什么新闻 因为今天最大新闻就是 这个这个五院院长的人选出来 要立法院统一这样子 然后就在那边上网找 就想说 对这个人以前好像当过部位首长 那阿扁那时候当过立委 那他们那时候有没有什么互动 大家都在猜 而且报社叫我们问说 你们赶快去找 他跟扁到底有什么渊源 为什么会提那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们就 我就在那边上网 一边吃早一边上网找 早上立法院的意识公报这样子 那个系统就用搜寻 用关键字用他的名字 跟陈水扁名字去搜寻 哎我还找到了一边 陈水扁以前在 骂他的一个 意识记录 而且是有记下来的 因为立法院的公报都有 都有 就是你只要讲出来就是有在白纸黑之阵 就哇还骂蛮凶的 骂洛桑什么 怎样怎样欠钱 然后又逃到美国 就骂得很凶狠 就那个时候 就是这一条了 就是这一条了 我就把那个 我还记得那时候还把 那个意识公报要印下来 而且还印不下来 因为那边的电脑没有连印表记 我要跑去跟他们 就是跟党团的助理帮忙 民党团的助理其实有蛮多 还蛮有批判性的 虽然他们是执政 就是说有时候对于 党内执政有些看不爽的 他们会那个 我就去找某个人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哎我要印一下 他说你要印什么 因为都很熟 他说我要印这个 他看一看就说 啊好 啊这样不是不是会被骂吗 我说对就是该骂 如果假设你是立场前后不一 或者说是非标准是 执政前执政后不一样 这种这样子执政状况 应该是要被批评的 他就帮我印下来 然后就传给包哲 看包哲好就是这一则了 结果就写出来之后 啊什么什么 啊你看多久 阿伯当立委距离他当中 其实蛮久 可是这个还是个新闻 因为对于他提评这个人来讲 是很有真意 而且他自己白纸黑字 在立法院公报上痛骂这个人 而且骂得很批判很厉害 结果报哲不是做头版 或者二版头 我已经忘记了 所以整个下午就是这一则新闻 那后来不知道是当天还是隔天 就是就换人选了 就是就是就是换掉的 这就类似这样 所以说等于说 你说搞到一个院长吗 其实也不是 因为这个对于当时来讲 那个那个时空背影来讲 是因为阿伯执政有一些争议 就是有一些讨好的部分 有一些什么的部分 那在那种情况之下 就自然而然就发生 而且最有趣的是 晚上的政论节目 就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讨论这件事情 他真的我还 就是回去 有时候晚报回去 会看一下电视新闻在干嘛 然后看 居然还有 我还有听到有人在电视台上面讲说 这个是阿伯是故意要做掉这个人的 要什么 把他提名之后又放消息 要把他那个 就讲得很阴谋论这样子 就是讲说是故意要 要那个提名他 可是又找人放消息 把他干掉 就是这么类 就讲得很阴谋论 然后又说这是什么新潮流 在后面干嘛干嘛 我心想说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很单纯 就是我坐在那边吃早餐 上网查资料查到的 根本没有后面这些东西 所以有时候新闻就很有趣 有时候是 像慧珍 想很久啊 一个访问 然后找出那个 可是有时候 也是让随机遇到的 刚刚都讲到那个陈月扁 陈月扁应该是 台湾有史以来 出访记录最多的一个总统 应该是啦 他在短短的八年之内 可能出国的记录是非常多 然后我记得慧珍曾经跟他去过一趟旅程 然后你有一个独家新闻 可是却没有写出来 陈月扁那个时候因为挑动了两岸的一个紧张的神经 所以跟美国的关系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 那那时候本来表定他是要过境美国 但是刚好在出发的前夕 因为我也是那个要上飞机的记者 但是在出发的前夕呢 我忽然就觉得外交部的灯火通明的单位 不大对劲 照理来说他往非洲跟往美国过境 应该是美洲单位跟负责欧洲业务的官员灯火通明 但是那一天我就发现中东跟欧洲的办公室 灯火通明到半夜都还不走 这就让我非常的好奇 无意中我就发现原来他不是要往东飞 他是要往西飞 他是要经过中东去过境 就整个打破原始 整个原始的一个出访计划 那个时候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个晚上在报社写稿的时候 我的手是抖的 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新闻 而且距离在结稿时间也非常近了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两难 因为我打电话去确认的时候 所有的官员接到电话 通通静默 一片静默 然后第二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说 你确定你要写这个新闻 那事实上我们跑过新闻都知道 这个东西其实非同小可 它已经不是一个 比如说蓝绿口水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政策的批判 那那时候我顺便说手很抖 因为我真的当下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要发还是不发 那后来呢 我对方的第二句话就是说 如果你写了 这件事情将是对台湾最严重的一个伤害 那这帽子实在是非常非常大 对而且老实说所有的相关新闻都已经 都已经上都已经出去了 就是大家的整个排版什么都已经定了 如果这个时候我要去推翻这个 这可能是从第一版到第五版 就要全部重写 那事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挣扎 那后来我的手机就不停的响起 全部都是小以国家大义哦 那我也确实非常非常的挣扎 因为这个稿子写了以后呢 可能我看在外邀部不少官员的乌纱帽 通通都要掉在地上 但是我比较挣扎了一点 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所谓对于国家的利益的伤害性 跟媒体自由的一个新闻的采访 到底它的界限在哪里 那后来呢 我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因为我就跟外邀部 因为几乎那时候所有的官员接到我的电话 就是差一点没有下跪的求我 后来我就做了一个deal 我就说好 我可以在你们所谓的外邀官口中 跟总统府口中的国家利益的原则下 我不发你 其实是要往西非不往东非哦 但是 我要一个全部独家的一个内幕 当你成功过境或是成功落地之后 我要全台湾记者都没有的独家一手的内幕 那对方也都非常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结果呢 这件事情还是破梗了 为什么 因为在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就发新闻说 他们没有接到阿扁的过境美国的一个过境申请 所以后来从那天 我们第二天要上飞机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的路程都是要往西飞 而不是往东飞了 但我至今我回头来看哦 我可能还是没有后悔这样的一个决定 因为我觉得记者有的时候也不免致面临人性上的挣扎 那是这个决定是我认为对于新闻媒体也好 对于政府运作也好 应该是一个可以维持一个平衡的一个决定 但是很多人后来都笑我 就是失去了一个天大独家的一个大好的机会 任文呢 我可以讲也就是有关国家因为阿扁在就任在八年任期出访 我记得是十五十六次 十五次我十六次 我好像去了四次还是五次 那他他最后就是要卸任前有疯狂出访很多次 那我记得其中有一次好像不知道是那一次还是2007 08年的时候 有一次就是去那个跟慧政这个例子有点类似 就是有一次去南太平洋访问 然后去完吉里巴斯玩之后去土瓦鲁 从土瓦鲁回来回吉里巴斯 那时候要下一站还是回马绍尔旺了 下一站其实是本来表定要回国了 结果呢要偷偷飞斐 那那个时间就是大家都在写稿 可是记者就是敏感记者就会发现状况不对 因为这个不是要回城的准备 因为回城大家要收心理啊 就是反正都要回家 大家很紧张 可是你就看那些官员每个神色紧张 在饭店里面跑来跑去 那种比较敏感记者就知道说这不对劲 这个不是要回去 就是可能要去 而且之前就一直在揣测说有可能会去飞机 大家有在猜 然后所有的记者就是一张桌子 就大家起来那边写稿 然后大家都很不安 因为发现都不对劲 就是官员都忙着跑来跑去穿梭啊干嘛干嘛 后来我们就想一想说 可能就是大家都 可是又没有人会破梗 就是大家都很紧张 在那边想说啊呵 等一下可能要飞飞机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结果后来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就说我们去找黄志芳好了 他那时候不知道是外交部 还是公司 我已经忘记了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中晚 然后忠实是鼠林姐 然后他就 我们就MSN 就我们出去外面 因为毕竟是同报系 我们就我们出去谈一下这样 然后我们两个就很有默契的时候 不对劲 等一下可能要不是要回台湾 要要去另外一个国家这样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那时候大家记得是 大家就有点 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发现两个时报系的人不见了 其他的人就更紧张 就说他们是去干嘛这样 后来大家后来我们就撕下去找黄志芳 就跟他讲说 飞匪机对不对 然后他就有点就是 因为记者如果说没有就会跟你讲没有 那他就有点顿定啊 你就知道说就是了嘛 然后后来他就知道媒体都知道 他就来记者次 就跟大家讲说 这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我们等一下没有要回国 他就坦白讲了 就讲说我们要飞匪机 可是这件事情呢 可不可以拜托大家不要写 等到我们到斐济之后才可以曝光 可是那个时间就很挣扎 因为我们跟南太平洋差不多四五个小时 那这好像是日报的结稿时间的样子 还是六个小时 反正就那几个小时 然后好像是日报的结稿时间 然后我们就想说 如果不知道是日报还是晚报结稿 如果说时间到的时候 报纸再印出来 那OK没问题 我们已经抵达斐济 后来就是协调 我们就确定台北说 报纸印出来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还有上中时电子报 跟联合电子报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确定那个时间是晚于 抵达斐济的时间之后 我们再发这个新闻 所以那天就是 新闻都先写好了 已经传回报纸了 可是大家 所有的报纸取得一个默契 因为这个跟国家利益也有关系 然后就是取得一个默契说 在抵达斐济 飞机轮胎着地那一刻 之前都不能发 也好台北的媒体也有这个默契 好大家讲好了 就是大家有这个地有在 然后后来我们就 好新闻其实都发 都已经在报纸手上 然后等到 好确定交往之后 报纸就发出去 然后隔天就是 什么什么 外交突破 飞机什么什么什么 那那一次就是可能也 就是跟总装 你们都没有人偷跑吗 对啊我也一直想问了 那一次没有人偷跑 电子媒体也都没有人偷跑 没有没有 好团结哦 电子媒体 电子媒体我倒是不知道 因为他说好像台北时间是深夜还是怎样的 就是好像也都没有 还是他们 因为我们都是平面之一在的互动 然后那一次没有 就是那次就是成功抵达飞机之后 然后报纸再做 我还记得那天就是先已经 上要到飞机的飞机之前 已经把稿子写好 那请淑琳姐说 你到那个飞机的时候 要再补一些什么东西 类似这样 然后我们就这样 就完成了那一次 而且去飞机的确 其实还是有一些外交困境 因为阿别当然也是做了很多努力 譬如说我们去斐济的时候 其实就是 因为那不是邦交国嘛 然后那时候 中国外交部的车子 其实都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就是外国人跟我们 你看那个就是 中国外交部车子都在监视我们在干嘛 其实也是蛮 就是那种 也是可以体会到那种外交困境是这样子 我们那一次的状况很惨 一样是大家都发 要来 阿扁要来跟大家聊心事 那因为阿扁很会讲笑话嘛 每次他开讲的时候呢 只要大家说不处理的时候 其实大家心里是很放松的 那我当然也很放松啊 因为我们都已经截稿啦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起 报社长问说你们在干嘛 我说 扁在跟我们大家聊天啊 因为明天就要回台北啦 他说 某台都已经跑马 他讲了一个什么什么的新闻了 你还在那边开心的喝咖啡 因为这个状况其实很常见的 就是呢 大家都说好不发 但有的有些人就是因为呢 他就是会出去上厕所之后 再回来呢我们就通通都漏新闻 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在总统专业上 你真的会体会那种外交困难 我觉得有些像过境阿拉斯加 就是那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推什么路联工头啊什么 不是还在飞机上贴一些那种路联工头的贴纸吗 就真的贴在那个座舱上这样子 然后过境阿拉斯加的时候 其实就是不准我们下飞机 然后也不准 呃可以过境加油 可是人不准下去这样 然后就那个谁 AIT的主席 就是上来见阿兵 就有个礼仪外交礼仪这样子 那时候在飞机上就是 因为他要加油 所以的所有的空调 所有的电源全部都关掉 里面很热 在阿拉斯加哎 可是里面很热你知道吗 大家都拖到只剩下内衣 因为真的很热 因为整个空调都关掉了 然后我想说奇怪 我生平第一次来阿拉斯加 既然不是来看学来这边 冒了满身大汗 然后就看到那个地勤 就是他们上来整理垃圾啊 整理什么 啊因为飞机很挤 然后就是他们就是 哦那种地勤都很垮 1190那种身很壮 那边挤来挤去 其实那一次体会很深 就觉得说 啊真的就是外交没办法突破 就是这样子 就是在这个阿拉斯加 这种冰天雪地里面 流满身大汗 在那边挤来挤去这样子 OK好 今天非常谢谢 慧真跟任文来上我们节目 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我们再多聊聊一些 很好玩的新闻往事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